次日,轩云莫泽和凤九两人睡到尘时中便起床了,冷霜将准备好的早膳摆放在院子中便退了出去。 凤九帮他添了一碗白粥,你师尊那边啊,用不用过去拜访一下? 不急,吃吧,等会我们去城里看看,见他的事情等过几天再说。 见他都这么说了,凤九便也没再提,两人吃了早餐后正准备出门,就见冷霜禀报。 主子,内务姑娘来了。 来了也好,他对这城里应该也比较熟悉,让他带着我们四处看看。 凤九便挽着轩云莫泽往外走,冷霜蹬在身后,外缘,穿着一身碧绿衣裙的杨小二, 一见到凤九便开心地跑上前。 凤姐姐,我又来了。 我们今天打算出门找铺面,你来了正好,陪我们去看看吧。 好呀,这城里我熟,你们想要找什么样的,跟我说,我带你们去看。 那我们边走边说,哎,你们俩也跟上吧。 是。 冷霜冷华迅速跟上,杨小二听了很是开心,笑眯成一条线的眼睛,悄悄地瞅了冷华一眼,圆圆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韵。 太好了,鲁华哥哥也一起去呢。 几人出了门,在杨小二的带领下,便往城中最繁华的地段走。 大街上,杨小二指着前面的一处铺面。 凤姐姐,你看,那里怎么样。 凤九听见杨小二的话,便朝他所指的地方看。 不好,这铺面有三层,但是铺子坐落在大街脚边,门面不正,不是他所要的铺面。 这样啊,那再看看吧,前面也有,不过就是没有三层楼高的了,这一带属于繁华区,这里每一处三四层楼高的楼阁都是城中各大家族的产业,他们是不会卖也不会租的。 凤九点了点头,跟着他往前走,将这繁华区域里的铺面都看了一遍,虽有几处合适的,但正如小二所言,都是一些大家族的产业,是不会割让的。 轩云莫泽开口说着,看着凤九。 挑选地方不一定得是繁华地带,依你的能力,就是在角落也会有人寻上门来。 嗯,我也是这么想的,既然这一带没有,那就看看其他地方。 有证据,既然华区域里的铺合。 这就是这一带来的东西,就像你这段来吓来有明显的。 感谢观看